中文字幕——YK 在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 邓小平在红旗排检阅车上发表了讲话 演习部队全体自身同志们 你们胜利地完成了 这是演习任务 我代表 让中央 卫物院 中央军委 向同志们 最热烈的祝福 和亲切的语文 为人自以后 为人自以后 找开 进 mala式 开始 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因此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 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重新确立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的总目标 是邓小平在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个卓越贡献 802演习结束后 出现在庆功晚宴上的邓小平依然十分高兴